來必懂剪彩 萬丹特色遊具公園正式啟用 融合三級武器概念 這個多元的遊戲場 還增設兒童戲水區 無論白天到黑夜都好玩 並以全人照顧為主軸 讓部分年齡層的長輩及幼兒 都能開心且安心的來使用 這個一鄉鎮一特色公園 是屏東縣政府的 多年來的既定政策 那我們要塑造一個全年的照顧 那公園過去好像是長輩的專利 遊具好像是孩子的專屬 但能夠把公園遊具 然後從白天到夜間 都可以全天開放 我想那是人民共同的期待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工作業別 不同的年齡層 那不管是白天到晚上 都有夜間照明 然後讓大家在這個閒暇之宜 可以帶著小朋友 讓長輩可以做體適能 孩子分的年齡層的不同遊具 來創造一個共融的家庭 小朋友創完各項遊樂設施 大呼過癮 萬代鄉共融公園配置有 宿木沙坑區 空中滑索區 消暑信水區 共融秋千區 雙塔主題區 及體能訓練區等設施 讓小朋友盡情奔跑攀爬及嬉嬉 動態與靜態兼具的多元遊戲 選擇讓小朋友更能開心遊玩 坐上去然後滑過去 我覺得非常好玩 很刺激 萬丹鄉有將近五萬的人口 有非常多所的小學 還有我們非常可愛的長輩 所以共融公園 小朋友可以玩 長輩也可以玩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那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萬丹 大朋友小朋友 對縣政府對我們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交出了第一份成績單 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暑假 利用假期 然後來這邊玩 屏東縣政府強調各鄉鎮特色多元 旅遊景點眾多 藉由在地特色遊戲場 不僅能讓大家更深入了解 在地文化及認同家鄉 也能吸引外建市遊客到訪 未來將發行特色遊戲場觀光護照 帶大家探訪 鄉內客廠 圓鄉 古城 廟宇集 漁村文化 記者不一聽楊正義 採訪報導